现在汽车行业确实都在一个整个的技术进步的过程中 那我们看传统的汽车公司 其实他们也在推进自己的这个变革 比如说在自动价值方面 他们在做很多投入 在这个EV方面 他们也非常的积极 我们看到很多的公司都发布了这些新的产品 但是从Neo的角度来讲的话 当然一方面我们肯定要保持这个技术的领先性 在研发方面要保持一个高的投入 还要保证研发的效率 但另一方面我们认为最看重的 还是要给用户一个总体的体验 不光是车要好 服务 对吧 我们和用户互动的方式 什么AI 软件 还有包括我们这个汽车 带来的这种生活方式的变化 我们希望给用户一个总体的体验 那我相信这个怎么样成为一家 用户体验驱动的用户企业 这个是将来竞争的核心 不简单的是技术的竞争和产品的竞争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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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